这些重复使用的一次性脏手套 被清洗回收 有些手套上还有血迹 有些标记写着两年前的日期 今年2月和3月 一家美国公司收到来自泰国的供货 发现都是回收的脏手套 随后上报了美国海关和食品药物管理局 但是这家泰国公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继续成功运送了数千万只旧手套到美国 泰国监管机构表示 最近几个月当局进行了十次突击检查 查获了不合格的旧手套 欺诈公司将这类手套包装后 在世界各地销售 被查获之后 有的商家会搬到另一个仓库 再起炉灶继续运作 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 一次性手套的销售呈爆炸式增长 黑心厂商借机牟利 业界专家称 大量的肮脏劣质医护用品 正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 目前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商品 新唐人记者李轻宜 刘芳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